真正发心 大家一起来修六合进的 这个人过过的有力 希望你这个力量的时候 你要能在一家发挥 你自己一个人修六合了 回家你一家修六合 再慢慢的 让你的亲朋好友修六合 你的邻居修六合 整个 从哪里干起 从弟子归干起 从礼尽祝福干起 同一个学的有礼貌吗 以前我们疏忽了 见到人不打招呼 现在我们明白了 我们要活 我不要求别人跟我活 我要要求我跟别人活 我跟别人活 见到别人要亲切打招呼 这个东西要有智慧 分寸要拿捏得很准 尤其居住在都市 现在住的都是公寓房子 同住一栋大楼的人 见面点个头 微笑问个好 这是分寸 这种态度呢 做三个月 三个月之后呢 可以跟他深深鞠个宫 慢慢人的习惯 如果一开头 九十多公里 会把他吓到了 这怎么回事 会吓住 所以慢慢来 那我们相信啊 半年到一年的时候 那个大楼后没了 一个人呢 带动我 这个群体啊 这真干才行啊 诚信诚信 真诚信 主动的为大众服务 跟大众接约 就像我们 过去往年在台中学教 李老师告诉我们 讲经 红发的人 发语言非常重要 有的人没发语言 讲的是不错 很好 听的人很少 没什么人听 有些人讲的并不怎么样 发语言好 听众特别多 这什么道理呢 老师跟我讲 发语言不一样啊 你得要跟人借语言呢 怎么个戒语言法呢 老师 在那边讲经 讲经的这一天 我们这些学经教的同学 都到大门口做招待 做接待啊 特别是看到新面孔的 这些同学 或者是出来的 或者是从外地来的 我们亲切地接待他 带他找作为 照顾他 亲切照顾他 这就接了发语言了嘛 老师还告诉我们 买一点糖果 放在身上 来听经的 一个人送一块小糖果 借语言呢 随着让人有好感 别人到你这个道场来 觉得你道场人都非常亲切 兵之如归也 这些都是在修留和尽啊 你平常在家居家一入室啊 特别是住在公寓里头是 家家户户要懂得照顾啊 佛法里面讲要知道问讯了 这个小点心 一个星期可以送个一两次 花费不多 非常有限 非常有限 也欢喜 那么我们这边有些光碟 借原地是小厕所 在我们居住的地方都可以赠送啊 他喜欢就给他介绍 问题在是你真有心 帮助别人 破密开悟离苦的路 这个心 这个心是菩提心的 度众生的心啊 有心 当然就要有行为 我们一个人没有力 我们一团体 我们依靠团体 团体有力 是 是 对 是的 不行 都要依静 ρω